上个月底,德国总理舒尔茨率领了一般人马访问印度 有意将印度变成第二个中国 令德国驻印度大使欣喜万分 不过,压住了印度的德国官员该想明白 为什么德国的工业巨头都喜欢往中国跑呢 大家好,我是郭英木禅,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日前,德国驻印度大使菲利普·阿克曼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德国可能很快就会在印度进行重大投资 自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台以来 该国政府内部就不断传出想要与中国脱钩的声音 而就在上个月底,舒尔茨率领了一众德国工业巨头首席执行官来到印度 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一场会务 舒尔茨本人更是直言将会共同致力于达成印度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 对此,我们不难看出舒尔茨政府这是有意想将印度打造为第二个中国 以便日后取代中国 面对舒尔茨以及德国工业巨头的到来 显然这位德国驻印度大使菲利普欣喜不已 菲利普表示,德国这数十位首席执行官的到来表明了他们对印度非常感兴趣 不仅如此,菲利普还透露 德国企业在亚洲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会议 下一次将会放在印度举行,也就是2024年 而上一届是在中国举行的,因此菲利普认为这是得起明显对印度感兴趣的迹象 在德国工业巨头还没宣布与印度达成何种协议时 菲利普就先把话说得那么满了 不难看出这一位押住了印度 并且希望印度能够取代中国的德国官员 在我们通过查阅菲利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后就能发现 虽然他没有直接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 但曾经转发过一些有关中印边境冲突、中美贸易战和中欧投资协定的新闻和评论 可见死人在对待中方的看法和经济发展时 还是保持着一些谨慎和批判的态度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菲利普如此希望印度能取代德企与中国的投资了 只不过作为身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德国外交官 菲利普更应该懂得印度的经商环境 以及印度与中国的差别才对 此前德国企业为什么在中国跟印度之间选择了中国 菲利普心里难道没有数吗 首先就拿德国引以为豪的汽车企业来说 为何德国一线汽车品牌宝马、奔驰、奥迪更偏爱中国市场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远远高于印度市场 相关统计显示 早在2020年时 中国汽车销量为2538万辆 而印度仅为270万辆 而同年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占比达到15.8% 而印度仅为1.2% 这充分说明了 比起印度中国消费者对豪华汽车品牌有较高的认知度和偏好 以及中国消费者对豪华汽车品牌有更强的需求和购买力 除去中国市场强大的购买力不说 中国跟印度的营商环境也大有不同 例如2018年起 中国就取消了外资在乘用车合资企业中的股比限制 为外资汽车品牌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而印度政府 则是对外资汽车品牌有较高的关税和税收 增加了其进入和运营的成本和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只是以汽车品牌举的例子 在其他领域 例如手机品牌等外资企业 在印度也同样受到印度政府超高税收政策 以及无端打压的遭遇 正是印度国内营商环境如此恶劣 才让印度市场像烂米扶不上墙一样 按理来说 印度作为美国的盟友 本该比中国会有更好的西方投资的机会 而美国也会更加希望这些西方企业能够投资印度才对 但这些西方企业还是选择了中国而不是印度 实际上舒尔茨此次的访印之行 德国商界并不看好 就连德国自家媒体弗兰克福汇报也直接表明 很多德国企业并不想投资印度 因为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就是 关税太高以及官僚主义 他们会使得德国企业在印度投资时 不仅要面临着关税不同意 税费太高的情况 还要面临手续繁琐浪费时间的情况 因此在印度投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而更差的是目前已经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的一些德国公司 也抱有回避心理 认为印度所存在的壁垒太多 已经不想再继续投资了 所以说就这么一个没来的不愿来 来的都想走的印度经商环境 又怎么跟中国竞争呢 而与此同时 今年2月中旬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布数据 中国在2022年已连续7次成为了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因此无论德国政府内部有多么的想把印度打造成为第二个中国 但就目前印度的这种情况 以及中国跟德国贸易往来如此密切的情况而言 这怎么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看起来也不太可能实现 至少目前绝对无法实现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